大家好,我是明仙,鱼片别老是水煮了,教你蒜香鱼片的做法,蒜香浓郁,我家隔三差五就吃 鱼片里倒入一小勺盐,用手把它抓拌揉搓一会儿 这里要多抓拌一下,抓拌出粘粘的状态 再倒入清水把它清洗一下 经过这样处理能去除鱼片的大部分腥味 洗干净挤干水分换回碗里 放入姜丝,倒入一小勺盐,适量的胡椒粉 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使鱼入味 抓拌均匀后,倒入一勺淀粉,使鱼更嫩 再把它充分的抓拌均匀,然后腌制15分钟 空闲时间准备多一点的大蒜,把它拼命的拍上 再把它切成蒜末,然后再切少许姜末 准备一个红椒,把它切成红椒圈 全部切好后,换入大碗里备用 起锅烧开水,倒入一勺料酒去腥 水开后,开最小火换入鱼片,一片一片的换入 换入后,别急着去翻动它,容易偷僵 把它煮至定型后,用筷子轻轻地晃动一下 把鱼片煮至变色后,即可捞起立杆水备用 这里别煮太久了,否则鱼片就老了 锅烧热,倒入少许油,油热换入姜蒜红椒 中火不停地炒啊炒,炒出它们的香味 炒香后,倒入一小勺白糖,鸡精,一勺生抽,蚝油 再把它翻炒均匀,这样蒜笼酱就做好了 翻炒均匀后,倒入焯好水的鱼片 再轻轻地把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使每一片鱼片都均匀地勾上蒜笼酱 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关火了 家里有条件的再撒入一些迷冷的小葱花 出锅装盘子里即可享受美食了 这样我的蒜香鱼片就做好了 鱼片鲜嫩可口又不腥,还有浓郁的蒜香味 爱吃鱼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们明天见,拜拜